何杰是有多会阴阳怪气 在浪姐进行二宫的时候 流行第一时间 就选择了之前没人选的郭碧婷 何杰看到后 瞬间带动其他人开始起哄 我懂了 我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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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姐姐们坐在一起就餐时 何杰直接对着周扬青 当面进行吐槽 因为这圈子里没有很多人像他这样 就是比如说说话不过脑子 原因是之前周扬青 直言不会表示 何杰与万妮达二人话太多 我们好刮躁 没有刮躁的话 其实主要是你跟何杰两个人 我们其他四个人并没有那么刮躁 有一次在进行排练时 周扬青不小心出现了失误 何杰瞬间发起了脾气 没有干 再来一次老师 再来一次吧 我们大家要这样的状态一攻吗 不会的 你怂气了 我有一点 姐姐们由于都同住一个屋檐下 何杰直言不会说 自己看其他人都有些乏味了 这让气氛当即变得十分尴尬 我就说每次我们走红毯 不是这么多大美女吗 就是有时候难免 她太美了 不是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看美女 都看乏味了你知道吗 陈丽君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 不惜自嘲来逗了大家 你肯定没有看到我乏味 因为我不是美女 天哪 陈丽君居然不知道自己漂亮的这件事 来我们每个人夸一下 没想到何杰却将自己的气质 与陈丽君相提并论 丽君我跟你说 我说个公道话 你跟我都是气质型的 这时一旁的柳妍终于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对何杰进行吐槽 你干嘛把他跟你拉一挂 你们俩胡一挂 不得不说 何杰的这些迷之操作 真的让人感到疑惑和不解